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關鍵下一秒 那今天是猴年之後的第一個禮拜 觀眾朋友我相信 在這個今天開盤之前 應該會有很多人想說 台北股市都已經漲4天了 今天總應該壓回了吧 結果今天加捲股價指數 還是再創下了一個收盤價的新高 至於說行情怎麼看 我們稍待我們在節目裡面 再跟大家做分析 在講這個行情之前 我們還是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我們知道說有很多的觀眾朋友 都覺得這個時間稍微晚了一點 因為是凌晨的12點半到1點鐘 那公司也希望說 大家可以不需要等到這麼晚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還是要跟大家提醒 關鍵下一秒的節目搶先爆 基本上大概每天晚上的7點鐘到8點 你就可以在我們公司的網站上面 看到夏老師的節目 那你只要上網去搜尋亨達投顧 然後進入到我們公司的首頁 那這個部分其實你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有一個研究報告對不對 那我們一直跟大家提醒 夏老師每天大概 三點多四點鐘就起來了啦 就是先幫大家把今天的行情 做一個這個規劃 以及這個統整的部分 所以你每天開盤之前 你大概都先看一下 關鍵早報的部分 那另外呢 你如果要提早看夏老師節目的話 晚上7點鐘到8點左右 大概就會更新 你這個地方看到有夏老師的照片 那你只要點進去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今天 夏老師在這個運通財經台 錄的這個節目 好所以這個是簡單跟大家做分析 那至於行情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行情的部分 我們今天不需要多提啦 我在昨天有跟大家提到說 有回測你都要找買點嘛對不對 尤其是空手的一個投資朋友 所以你看今天早盤開低的 一個過程當中 觀眾朋友這個不就是你最好 如果你是空手的話 你要等拉回 這個時候拉回 不就是最好的買點嗎 但是觀眾朋友你有沒有進場 過去在漲的時候 你要等拉回才要去做買進 但是當真正拉回的時候 觀眾朋友你又在想說 這個行情漲了400多點了 會不會開始做出 大幅度的回檔 所以我告訴各位 基本上 包括我昨天在講 我說行情漲了將近400點 那重點是你還要錯過多少 你不要問夏老師說 這個行情會漲到哪裡 而是你要錯過多少的行情 你才願意把握這一波 讓你多頭賺錢的機會 所以觀眾朋友 如果說這個時候 你還是不知道 怎麼樣去做操作的 你要空手等拉回 但是拉回又不敢買 但是你又看股市每天漲 你不知道怎麼辦的 請你務必跟上我們這一波的一個行列 你才有辦法賺到這樣子的錢對不對 好 但是重點 當然不只是行情的部分 因為我們畢竟我們不是提指數啦 重點是在於說 在整個行情的一個發展的過程當中 你要買什麼樣的股票 你才會賺到錢 今天當然在這個行情當中 今天會有很多人跟你提到 IC設計對不對 那IC設計今天其實 媒體有報導一個 算是大力多啦 他說8吋的晶圓廠 這個時候產能是塞炮的 然後因為IC設計的公司 都提前去做下單嘛對不對 好 但是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觀眾朋友今天很多人跟你講 IC設計你看到今天 夏老師的測標也叫做 IC設計怎麼選 但是夏老師是今天 才跟你講IC設計嗎 不是嘛 觀眾朋友你記不記得 這個是夏老師昨天的節目 對不對 你看這個地方測標 這是我嘛對不對 你看昨天的測標 我是不是跟大家提到 我說IC設計 IC設計 很重要 所以要講三次 所以你看到那個 我們在昨天 其實特別跟大家強調這個標題 為的是什麼 為的是怕說 如果你這一波你沒有賺到的 你在這個行情當中 你如果沒有辦法把握到 對的主流 你會失焦 所以我們一直特別 特別跟大家強調 IC設計的部分 所以你看 基本上夏老師 也不是從昨天才開始 跟大家講IC設計 這一波的行情 從我什麼時候開始跟大家提 我當時在這個1月15號 觀眾朋友你都可以看 夏老師的節目 當天一定有這張字卡 我說 當晶圓代工的龍頭 我表態的時候 你要做什麼股票 那時候那一天 台積電漲了4.18% 我說你不是要做台積電 你要做的叫做 IC設計類股嗎 因為IC設計類股 下單給晶圓代工 所以當台積電走的時候 那個時候 大家還沒有發現 IC設計 這個就是觀眾朋友 你的一個機會 所以你看我們這一波行情 我們最早做的IC設計股票是什麼 是當時平蓋股 我在1月6號 告訴你平蓋股 不要再殺低的時候 你看在1月8號 當F普瑞往上攻擊的時候 我當時跟你提到的 第一檔IC設計類股 是這一檔 F普瑞 結果你回頭過來看 當時的價格是210塊 對不對 結果漲到昨天禮拜四的高點 他已經來到311塊 觀眾朋友 他從119的低點 漲到311塊 也不過花了不到 兩個月的時間 應該說 大概將近一個月的時間 他的股價就漲了63% 所以我一直告訴各位 其實這個部分 你要把握住的是一個 波段行情 而不是說 每天到底有什麼樣的 股票漲零板 我覺得這個對於你來講 他給你的幫助 其實不是很大 你要反敗為勝 你當然要賺一波大的 賺那個小錢 他基本上 他不會幫助你 快速的一個賺錢 除了我1月15號 跟大家提到之外 包括1月19號 跟大家提什麼 當時我講的是一個 股王爭霸戰 我記得我當時的測標 寫的是 IC設計的股王爭霸 我那時候提到兩檔股票 一檔股票叫F系列 那時候股價是382塊 對不對 然後另外一檔股 比價的股票叫利旺 當時是362塊半 結果你看這個股價 系列到昨天其實已經漲了460塊了 你如果從這一根黑K的低點 這個是1月15號的低點 360漲到460 他也漲了100塊錢的幅度 所以我剛剛跟大家強調的是說 你不是看 因為現在很多人每天都在跟你講 漲停板的股票 你每天看得眼花撩亂 那個產業也完全不相關 然後反正每天漲停板的股票他都有 那問題是你要去想一個問題 就是說今天你要那麼多 你每天都有股票漲停板 你到底要買多少股票 你才能夠有辦法達到這樣子的效果 今天有很多人的節目是 我今天講5檔股票漲停板 講10檔股票漲停板 那都OK 你可以當天買當天漲停板 夏老師也認同這樣子 但是你要去想一個問題是 他們常常今天漲停今天漲 明天沒有動他就沒有漲 然後講另外一檔股票漲停板 然後到隔天原本沒有動的股票 又往上攻的時候 他又拿出來講 觀眾朋友 你前面的股票沒有賣掉 你哪有錢買那個 第二天股票漲停板 對不對 所以我一直告訴各位 你不要被這種手法去有做蒙蔽 我們也不敢講說欺騙 但是你這樣子做 基本上你要很多資金嘛 你才有辦法去買那麼多的股票 每天都買新的股票 然後什麼股票漲停板上來 拿出來講 這樣是不對的嘛 你一定要做到一個大波段 包括你剛剛看到的 不論是普瑞也好 甚至是犀利也好 這個股價其實漲了100塊 好 那後續我在節目裡面 又跟大家提什麼 我在2月15號的時候 你看這是2月15號的技術線 技術線圖 這檔股票是IC設計的 全王叫做聯發科 當時他200塊撤4次不破 我在節目裡面特別提醒大家 對不對 當時的價格叫做205塊半 結果你回頭過來看 當天我怎麼講 我說因為那一天是台股的 開紅盤的交易日 當天台北股是開低對不對 當然我知道最終漲3點 但是重點在哪裡 在大盤整個開低的過程當中 它是沒有開低的嘛 所以我才會在當天的節目裡面 我就跟大家提到 我說聯發科的部分 你也要去做特別留意 所以你回頭過來看 到今天2月19號 聯發科已經來到220塊半了 我在講的時候是205塊半 也就是說過去這一段時間裡面 它漲了大概15塊錢的空間 當然今天這兩檔股票其實都休息 對不對 但是在休息的過程裡面 你可以發現其實這兩檔股票休息 它不會影響到整個IC設計的產業 在這個時候去做發展 所以今天其實可以看到 很多股票漲停板 包括了像是3443的創意對不對 今天股價公到漲停 然後包括了8081 這個禮拜五召開法術會 就今天今天召開法術會 今天股價其實也是公到漲停板 那這個部分當然很多人會想說 老師那問題是 IC設計的股票這麼多 到底要怎麼挑 謝老師在昨天的節目裡面 有跟大家提過 你要挑高毛利 高成長 低基期 這樣子的IC設計 才有辦法幫助你在接下來的行情 你有一波大賺的機會 所以你說有什麼樣的股票 它符合這樣子的條件 謝老師在這個地方 我跟大家做分析 你看這個部分 我剛剛在講系列的時候 我是不是跟大家提到 我說這一家公司 為什麼股價可以大漲 第一個它挑對產業 就是SSD固態硬碟 第二個是它挑對陣營 它的客戶不是它選 是客戶選它 它的客戶是誰 是惠榮 觀眾朋友沒有聽過沒有關係 另外一檔你一定聽過 叫做三星對不對 所以這港股票它會先走的原因 是因為它的客戶是大客戶 好 但除此之外 你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是在於說 它股價先走之後 接下來會帶動什麼股票 這個東西才是重點 所以我們回頭過來看 當時我在節目裡面 跟大家提到的是這一檔股票 群聯 它做的不是電源管理IC 它做的是控制IC的部分 所以你看這一檔個股 昨天我怎麼提到 我說FC力這一家公司 這個去年前三季賺10.35元 它的股價是460塊 但是群聯賺15.16元 它的股價是250塊 觀眾朋友你稍微比較一下 你覺得這是一個 合理的架構嗎 不合理嘛 它發展的 它的產業是同一個產業 都是SSD 同樣都是IC設計 為什麼它股價有那麼大的差異 觀眾朋友你要去想的一個問題是 這樣子的一個差異 當市場還沒有發現的時候 它其實就是你的機會 所以你回頭過來看 這一檔股票 它既然前三季可以賺到15塊 對不對 好 即便我們以它那個 過去四季的一個本益比來做計算 這一檔股票的本益比 現在是多少 這一檔股票現在的本益比是13倍 那你就想一個問題 就是說如果今天 FCD的本益比可以拉到35倍 那群年的本益比只有13倍 那你應該做什麼樣的股票 謝老師講過嘛 低基期對不對 那既然是這樣子 我們也不要說群年股價 漲到35倍的本益比 因為我剛剛講過 前三季賺15塊 那你很容易 去年應該是賺20塊 這應該是很合理的推估 就是一季賺5塊錢 即便沒有到 就是將近20塊的一個幅度 你去想這個中間值是多少 這中間值35跟13對不對 中間值多少 中間值是24倍啊 那如果說一檔股票 它的獲利去前三季賺15塊 一年有機會大概兩個股本左右 它的本益比如果能夠到20幾倍 不要說24倍 20倍就好 它的股價這個不就是你的機會嗎 對不對 好 所以這一檔個股 當然對於觀眾朋友來講 我認為是你必須要特別去做 留意跟追蹤的 那如果你不會做沒有關係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節目當中 講一些個股 觀眾朋友面臨到最大的問題 不是說聽不懂 謝老師講什麼樣的股票 代號都給你了嘛對不對 有時候的問題在哪裡 有時候的問題在於買賣點 在如何做掌握 如果你不知道怎麼做掌握的 沒有關係 你跟上謝老師的一個團隊 我們會幫大家做一個規劃嘛 所以你都不用擔心 就是謝老師會告訴你 什麼時候該買 什麼時候該加碼 什麼時候我們可以去做 短線的獲利下車 好 那這個部分講到這裡 觀眾朋友會想說 老師 你講系列也好 你講這個群聯也好 你講這個聯發科也好 都是高價的IC設計啊 沒有關係 謝老師也接到很多的觀眾朋友 跟我們反應 就是說他們看系列這一波漲上去 或者看聯發科這一波漲上去 他說老師 可是我沒有那麼多的資金啊 怎麼辦 謝老師也知道嘛 就是說這個時候很多觀眾朋友 我們在股市當中做股票 是為了賺錢嘛 尤其是一些比較小資金的觀眾朋友 那也沒有關係啊 我們一樣找到相對來講 低價的IC設計公司 我覺得觀眾朋友可以去做追蹤啊 像是我們之前在節目 2月16號在節目裡面 跟大家提到的這一家公司 對不對 當時我們提到說2月18號 Apple Pay 中國正式在中國上線 那這一次蘋果找的是銀聯卡 銀聯卡我們在昨天跟大家提過 這一家公司它是超越Visa 什麼東西叫Visa 你把你手中的信用卡 拿出來看一下 不是Visa就是Master嘛 對不對 這是兩家最大的公司 但是它的發卡量 你看銀聯卡的發卡量 已經超過40億張 全球大概不到80億的人口 這告訴你說 兩個人會有一個人 有一張銀聯卡 這當然是一個大商機嘛 那因為維權店跟銀聯卡 其實合作的關係非常久了 所以這個時間點 你說過去這兩天股價拉回 很多人說是利多出計 觀眾朋友這麼大的商機 怎麼可能會是利多出計 而是在這個時間點當題材反映到 正式上線的那一天 大家接下來要看的是後面的獲利 能不能跟上嘛 但是謝老師竟然在這個時候跟你講 當然就告訴你說 他們後面的獲利 這是我們可以去做掌握的嘛 對不對 好 除此之外 接下來台灣的這個市場 它還是會持續熱炒 這個所謂Apple Pay的題材 為什麼 在昨天其實有這個消息面 包括謝老師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們都講說第四季 台灣第四季會有Apple Pay進來 但是你看到了沒有 這個時候其實已經有一個最新的消息 Apple Pay的ATM的機台 已經在台灣現身 它這個地方提到的是元大銀行 但是我要跟大家提的重點在哪裡 有機會在4月份就來正式來台灣 所以你以這樣的一個角度來看 如果4月份他真的來台灣的話 哪時候那個題材開始會去做 大家去熱烈的討論 當然是3月份嘛 所以你看到這個時間點 現在都已經2月 剩下一個禮拜就要結束啦 所以這個時間點當中 我覺得觀眾朋友你要看的 我昨天在節目跟大家講的嘛 你如果認為那叫利多初季 那要看你是每次想要賺3%5% 還是說你想要賺30%50% 這個我覺得是觀眾朋友 你自己要決定啦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要賺3%5%的話 那也沒有關係 下午時也不反對 但是有時候我一直跟大家提 你不要入寶山而空手而回 就是你明明我知道觀眾朋友 你大概都會有這樣的經驗啦 就是買到一檔好股票對不對 然後賺3%5%走掉 結果後面有30%50% 你不敢追啊 你就眼睜睜看他上去啊 所以謝老師為什麼要跟你講說 你要買低基期的股票 因為低基期的股票 你才敢買得多 你才敢爆 那股價漲上去你才會賺得多 好所以這檔個股是我們跟大家提的低價股 除了這檔低價股之外 另外今天謝老師還要再跟大家講一檔 中低價位的IC設計股票 股價三字頭30幾塊的個股 這檔個股 我們要先從這家公司開始談起 這個Logo應該認識啦 不認識也會念嘛 這家公司叫做IBM對不對 你看昨天美國股市是不是 沒什麼表現 就是四大指數都下跌嘛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大概沒有發現 你有看謝老師的早報 大概你才會知道 這個部分你看到了 昨天的這個IBM股價漲多少 股價一口氣漲5.04% 昨天美國股市沒有漲 幾乎大部分的股票都下跌 他這檔股票它是大漲5.04% 而且是突破底部 好所以這個部分 為什麼要跟大家提IBM 這個部分觀眾朋友 如果你沒有留意國際的消息 你可能沒有發現到 這個部分這是前兩天 IBM公司他們決定的啦 內容我就不跟大家做詳談了 有興趣你可以自己上網查 他這個地方提到什麼 IBM壓寶比特幣的技術 好那這個部分 這麼大的公司去壓寶 去壓寶比特幣 他告訴你什麼 他不會隨便挑一個產業 他不會挑一個沒有未來的產業 去做壓寶 不好意思 他不會挑一個沒有未來的產業 去做壓寶對不對 那既然是這樣子的話 他就告訴你 過去曾經炒過的比特幣的題材 這個時候會再拉回來 好但是比特幣的題材 國內有什麼樣的股票 國內有什麼樣的股票 你會想說 老師今天漲停板的創意就是啊 對沒有錯 但是其實國內 最純的比特幣的 IC設計股是這一檔股票 這一檔股票 這是月線圖啦 所以你如果要猜 你可以稍微 你從月線去找啦 你看這股票其實打底了8個多月對不對 那是不是相對低機起 而且這股票其實大跌過喔 你不要看這個幅度好像沒什麼 這個股票大概 這個股票跌的幅度稍微非常大了 我就不講了 因為講大概就很容易猜出來 但你看這個部分 你看這個地方 月線 月KD是黃金交叉對不對 那這個月雖然還沒有結束啦 但是重點在哪裡 重點在於量能增溫 你看到這個時間點當中 它的量能其實跟上個月沒有差多少對不對 但是觀眾朋友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這個月到現在也不過就8個交易日 它8個交易日的時間 可以跟上個月的交易量 整個月的交易量 它其實非常接近的狀況底下 這告訴你什麼 告訴你低檔已經有開始 有大戶開始去做承接了 所以我告訴各位 基本上這一波的行情 現在我是率先在市場當中 幫大家掌握IC設計 而且我公開 我都喜歡測標嘛 我也沒有那股票漲上去之後才跟你講說 我有佈局 不是嘛 但是IC設計股票這麼多怎麼選 觀眾朋友如果你不會選 我們今天要看的不是一根兩根的漲停板 我們要看的是一個大波段的一個幅度 你看這一檔股票 它跌成這樣子 股票第一檔打出來之後不要多 它只要反彈這一波跌幅的一半 觀眾朋友 這個就是一倍的幅度 所以我告訴各位 這個時候其實有很多好的股票 但是買點你如何去做掌握 你務必跟上我們的腳步 那因為這個禮拜結束之後 元宵節就過了 所以現在我是告訴各位 那我們過年提供給大家的 新春福袋特別企劃 這樣子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企劃 就到這個禮拜 我們會正式把它結束掉 所以我希望觀眾朋友 你務必把握這兩天的機會 好好跟上我們的腳步 把握這樣子的一個 IC設計的股票 跟著我們好好在這個 猴年開始能夠有一個 比較好的獲利 那至於還有什麼樣的個股 我們先進廣告休息一下 回來之後馬上幫各位做解析 歡迎回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那我們雖然這個時候 主軸跟大家提的是IC設計 但是我們過去 一樣是我們領先市場 跟大家提到的 汽車相關概念股 這個時候其實也還是有好股票 我們在節目裡面 我們也是公開跟大家做分析 你看包括這一檔個股 這是2月15號了 我當然提到說 同志賺6.07股價396 勝利賺6.06股價256 英利賺6.75股價152 你不覺得這個很吊詭嗎 所以你看這是2月15號 當時股價152塊 結果過去4個交易日 你看股價天天都在創新高 今天已經來到175塊的一個價格 152到175 這也講了20塊錢的空間 另外包括了我在2月17號 當時我在節目當中 跟大家所提到的 隱藏版的汽車電子股 我在昨天也跟大家提到說 這一檔股票叫做怡鼎 它是業界唯一通過多重車載 防電子波干擾認證儲存的裝置商 好 那基本片的部分 我們不多提了 沒有什麼時間 但是你回頭過來看 我們從跟大家提到今天 也不過就3天的時間 它漲了18.6% 所以我告訴各位 漲18.6元 不是漲18.6元 所以我告訴各位 我說基本上 你要掌握住一個大波段 你一定要從產業做出發 那汽車的部分你錯過了 或者是我們之前在講普瑞的時候 你錯過了都沒有關係 重點是這個時候 你要把接下來的股票掌握好 所以我剛剛跟大家提到 那個IC設計的股票 你看這是IBM 所以美國股市沒有漲 但它股價卻大漲5.04% 這個底部打出來對不對 那現在IBM要做什麼 他們要做的叫做 壓寶比特幣的技術 國內比特幣的IC設計公司 只有兩家 一家叫做創意 今天股價供到漲停 但是我認為更有機會的是這一家 因為它是最純的 比特幣IC設計公司 你看到月KD黃金交叉 同時它的這個月的量能 這個月只有8個交易日 它可以跟上個月已經差不多了 那加上下個禮拜 這個月份它的月量會是增加的 那你說這檔股票 你看股價其實大幅度回檔 打底8個月之後 我說不要多 你只要反彈這一波跌幅的一半 對於現在的股價來講 它就是一倍的幅度 所以我告訴各位 這個地方絕對會有機會 但是機會 你必須要跟到對的人來做掌握 所以謝老師告訴各位 元宵節過後基本上 這是我們最後一天 跟大家提這個新春福袋 所以我希望觀眾朋友 你務必把握這一波的機會 跟上我們腳步 好好抓住這一波IC設計的標故 那節目時間的關係 我們節目進行到這邊 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早安 辦公室 E зам… 장님… 男生… 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